有一位組員,情緒相當不穩定 我覺得是由開始不知道自己現在要做甚麼 自從Hilgo入了這組 自信就越來越少 我的跳舞又很廢 我很怕在這組裡會拖累到大家 他甚至有退出比賽的念頭 你有這個想法多久 但一開始,當自己知道入了就有這個想法 其實當做完第一輪之後 我就開始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有點後悔 越來越大,大家看著 你一定會進去,你一定會繼續上去 我就覺得我更加大壓力去做這件事 但我覺得我不想讓大家 不要後悔… 因為我… 對 幸好他的隊友一直陪著他 從來沒有放棄他 他說我認不出了 所以我不帥氣,但我覺得未必 Hilgo唱歌的樣子也很帥氣 但他未必知道自己的賣點在哪裡 他在這裡會覺得自己甚麼都不是 但其實唱歌的部分 真的完全是被他持續的 如果牽涉在歌唱範疇的技巧上的討論 他會拖累著大家去做 你唱一次吧 Hilgo是在A2裡面救了整個唱歌的 其實Hilgo有退賽的念頭 是因為他怕自己會拖累隊友 如果愛你,其實我應該很開心 因為身邊這群支持者不會想太多 你成功,他們會替你開心 真正的朋友是這樣的 其實表演最簡單的一件事就是 你表演最主要令自己開心 開心了之後,想令觀眾也開心 經過隊友多番鼓勵之後 Hilgo終於重拾信心 決定重踏造星的舞台 其實這件事我未必在那麼短時間 解決到或是我要怎樣成為 一個怎樣的表演 或是要怎樣去表演的時候 不如我先做好現在的表演 之後才再考慮 《全民造星2》 今晚10時半,ViuTV